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入過學堂嘛 你們的臥底都挺有趣 見親臉都是天台 我不跟你, 我見得光 我要的東西呢? 我要的你也未必有帶來的 你們倆是甚麼人?在幹甚麼? 你是不是來裝修的? 這裡是六十多樓 甚麼裝備都沒有, 很危險的 那要甚麼裝備? 唉, 等我醒你兩招吧 其實導致工友從高處工作墮下的工業意外 多數都是因為他們沒有配搭好全新式的安全帶 而安全帶又沒有在牢固點上面 所以便出事了 所以我經常跟我的夥計說 所以在高處工作最重要是一個安全的工作平台 如果沒有, 就一定要記得 戴好全新式安全帶和做好防墮措施 才會開工 蛤? 那麼好簡單而已 你又千萬不要掉以輕心了 其實在高處工作還要配戴安全帽 扣好這個Y型的安全帽帶 這樣才可以防止安全帽鬆脫 其實呢, 安全帽每兩年還要更換一次 而且還要定期檢查和清潔 這樣才可以保護到頭部安全的 好嗎? 那快點買一件安全的裝備吧 我們去吧 走之前, 先幫我解手扣 救命 救命 救命, 幫我幫忙 高空工作要安全 帶齊裝備最慢船 菲薩 救命